小帝夫和大夫都喜歡投資港股市場 小帝夫最近鑽研螞蟻金服上市 大夫精言怎樣成為60級無私 小帝夫追蹤新聞動態掌握市場消息 大夫關注小豐的頻道看股票分析 小帝夫最近關注螞蟻IPO 鄭媽賤抽十手 大夫關注小豐頻道的資訊 看下有什麼股票可以入手 為什麼同一個時間會有不同的結果 大家好我是為你送上股市風向的小豐 這個頻道主要以大數據配合技術分析股票走勢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更多 就記得訂閱和打開鈴鐺 今天會用一些例子和大家講一下 什麼是機會成本 以及怎樣用技術分析和資金表現 提升勝率和回報率 過去一周螞蟻延遲上市 成為IPO最大黑天鵝事件 參與了的朋友有沒有覺得被弄點 資金被凍結還要借媽剪 一場歡喜變空只能等待反映 其實小豐甚少參與IPO 一來自己彩數不高 二來不喜歡資金被耗 由於我比較多操作波段 資金靈活進出才是我的心水之選 沒有抽螞蟻的日子 我又有什麼心水入市 10月30日最後一日認購螞蟻IPO 小豐在廣播信息發布了909 名媛雲突破三角的走勢分析 在分析當刻買入價34.1計算 一手成本是$34,100 到11月4日螞蟻還在熱窩之上市 收市價是$38.8 四個交易日中漲幅14% 11月2日如果抽了IPO 資金還窄在別人那裡 但在小豐會員廣播頻道 發布了有關6078海吉亞醫療 突破三角的走勢分析 在分析當刻買入價49.7計算 一手成本是$9940 這樣到11月4日 當螞蟻還在熱窩之上市 收市價已經是$55.05 兩個交易日中漲幅10% 再對比一下螞蟻IPO 發行價是$80,50股 入場費是$4,400左右 但50手總一手 假設你認購10手 成本價是$40,000左右 又竟然抽中一手 按照稍中即時暗盤價$120成交 高出招股價$50% 這樣你中籤的一手 在暗盤價賣出 就會為你帶來$2000收益 即$5%左右 差不多的成本 投入在909和6078 就會$44,000左右 按照分別14%和11%會報計算 收益一共$5,867 在4個交易日中總回報率是$13% 比抽中一手螞蟻IPO 多出人3倍 當然你都可以說 暗盤價未能作準 嘗試後價格可以更加高 但其實你四萬多元被人擾 十手還不中到一手 還是很大的問號 更不要說胎死腹中這個惡號 而且螞蟻上市之後會被暗盤價高 亦都不代表其他股票停止漲高 或者沒有其他代爆股可以給你跳槽 同一道理 遇著看錯方向的股票 觸及指示就應該拜拜 因為拖拉下去做了鞋 損失的機會成本非常巨大 甚至會輸到嗨嗨 再等你 不管有沒有機 重點是怎樣找到下班會起飛的機呢? 首先這些股票都有一個特徵 就是莊家持倉超過35% 好大機會進入一波行程 而爆發時間可以由技術形態去確認 眼利的讀者應該都會發現 以上提及909和6078 在股價圖表上都有相似的表現 收窄三角形態就是關鍵 三角形態有好多種 最近升得不錯的小米京東 都是其中一種 小峰當時亦都通知了會員朋友 他們在突破之中 而另一隻已經好大機會突破 並且進行了回踩的是9633龍夫山泉 大家可以留意下它會不會升一轉 有關收窄三角操作方法 因為影片時場關係 小峰會在下一集才詳細介紹有關特點 如果你還想知道有什麼股票 有爆發小宇宙的機會 可以留言表示有興趣 然後截圖加小峰的WhatsApp索取 下次見 拜拜